大家好 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抖音 是抖音和头条相关的剪映专业版 它是一个剪辑软件 我以前经常用剪映的手机版 最近开始用剪映的PC版和Mac版 我感觉还是挺好用的 它有三个功能比较好用 和各位分享一下 一个是它能自动上字幕 它根据我所说的话自动出现字幕 而且这个文字的识别率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质量还不错 第二它能把我写的文字自动读出来变成语音 而且还有不同的音色 就像不同的人说话一样 比如我做的这个视频 Avada主题中文汉话吧问 问题一Avada是什么 Avada是做网站用的主题 这个视频的前两句话 是剪映读出来的 剪映专业版 第三个我认为比较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有大量的标题模板 而且这些模板还都有动画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这个剪映从哪下载 从百度里面搜 这是它的官网 目前最新版本是2.0 PC版Windows10版 和苹果Mac版 目前都是2.0 这是关于剪映的电脑配置 配置还是很低的 最低2G显存的显卡 推荐4G显存的显卡 推荐显卡是GTX660 这也算比较老的独立显卡了 CPU是第3代起步 推荐是第6代 那我现在这台电脑的配置呢 CPU是第3代的 4核8线程 内存的是16G 显卡是RX560 是4G的显存 我看一下它内存的要求 4G内存起步 推荐8G 这个一般是没问题的 如果用于4K 最好是16G 我也用这个软件 讲过4K 还是比较流畅的 这是剪映对电脑的配置要求 在剪映软件里面 顶部有一个设置按钮 倒数第二项 有一个使用环境检测 可以通过这个工具查看一下你当前的设备是否能够流畅的使用剪映专业版 好下面我们正式开始 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把文字读出来 点击开始创作 我的习惯是先修改名字 在这个视频里我就不详细说它怎么用了 我只分享最关键的那几个工具 点击上面的文本 先创建一个文本 左侧有一个文字模板 比如我选择标题 选择这个标题 按空格是预览 那怎么把它读出来呢 这个位置有一个朗读 我们看一下整个屏幕 左侧是素材库 中间是播放器 右侧是属性编辑 下面是时间轴 在右侧的点击编辑 可以编辑这个文字 比如问题 一 如何制作 wordpress 网站 预览一下 是没有声音的 然后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朗读 问题一 如何制作 wordpress网站 问题一 如何制作 wordpress网站 是不是这些声音很熟悉 我们在抖音看视频的时候 经常听到这类的声音 这些声音都是系统发出来的 并不是某个人说的 我比较喜欢用小姐姐 先选中小姐姐 然后点击开始朗读 上面这个轨道是文字模板 下面这个轨道就是声音了 我们听一下 问题一 如何制作 wordpress网站 问题一 可以拖拽这个声音 把它调到 适合的位置 问题一 如何制作 wordpress网站 这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是怎么上字幕 我们换一个真实的文件 试一下 这视频有声音 但是没有字幕 大家好 我是阿柴 就是在那个同学 小孩人物 把这个视频拖出来到实践轴 然后 点击上面的文本 智能字幕 开始识别 字幕识别成功 大家好 我是阿柴 这个字错了 点击字幕 把它改一下 手动调整一下 然后还要改一下它的样式 我比较喜欢这个样式 然后给它缩放 130% 背景给来一个75的透明 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悠悠白书特别篇的秘技 就是在这个画面下 丢住刚喊完 会有一段日文语 BABY 可以多输入几次 就是在那个白屏黑 是干什么用的呢 选妖狐藏马 字幕的准确度还是可以的 下面再分享一下 上面这个文稿 匹配是什么意思 这个比较适合有文稿的语音 把文稿粘贴到这里 因为文稿时间比较长 字幕又比较短 所以我们需要断句 尽量每句话短一些 然后去掉标点符号 这样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把这些文字 匹配到对应的语音点上 这个我也试过 效率还是挺高的 选好了点击开始匹配就可以了 简映专业版集成了很多标题模板 比如在这个位置有个精选 比如这个吧 还没有下载 大家好 我点击一下加号 它就会添加到时间轴上 大家好 我是 这是精选 下面还有标题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悠悠感 修改文字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修改 先选中这个标题 点击编辑 我们对这个模板的自定义是有限制的 只能添加文字和修改文字 对它的颜色效果 还有排版 是不能修改的 都编辑好了以后 我们点击右上角 有一个导出 选择是1080P 还是2K 还是4K 目前来看它没有码率的设置 我试了一下 4K的码率应该是在四五十兆 1080P的码率好像是10兆左右 关于简映专业版 我最喜欢的三个功能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rcher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来帮助 我们下来参加 还有一个转称的